首先说到机子第一件事就是接一下地线防止漏电 大家这个要记得 然后接下来就是 接上电源我们要给大家试剂 教大家怎么使用机子 这个旁边这两个手扣一定不能扣住 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然后打开玻璃盖以后 首先我们接触到的是 这个使用缩线素 产品保修卡 还有这个合格阵 还有高音教步 备用键 备用键 这个代表 这个一定要说好 然后我们有送大家几个泡沫电 这个是用来电高用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尽量电高一点 电死一点 这个搓针功效果很加倍 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示范几款产品 第一个是锂箔袋 锂箔袋里面装的是黄豆 首先把这袋子平铺放在这个风口条的位置上面 这个风口条是40公分长 小于40公分宽的袋子都可以用 那这两个尖计是39公分 那这个内桶的深度是15公分 这个平铺放好 然后接下来放一个是面粉 大家经常会接触到的面粉 我们就放这边好了 面粉 大家经常要用得到 好 接下来放这个是熟食 这个是一个鸡爪 鸡爪也是要平铺放好 这个是那个压脖子 好 接下来我们教大家怎么调节机子 首先电源键开机设定真空时间 真空时间代表压力 那我们抽这些物品的话 你可以设定设定25秒 那这个袋子 咱们袋子都是16式的袋子 我们有铃箔袋也有透明袋子 也有那一个 我们这些都是可以设定2.5秒 那冷却时间统一条5.0都不用变 主要是这个风口时间比较重要 袋子厚的你可以时间多调一点 那接下来设定好参数以后 我们双手左手右手 扶住玻璃带左边两边 把玻璃带压下来 用力压住3秒钟 手就可以放开了 手就可以放开 记住旁边这两个扣子一定不能扣 大家明白你哦 一定不能扣 我们接下来要包装这一支是 上面杀好的鸡 生的 杀好的鸡 生的 也是同样放好 然后把玻璃盖压下来 盖子就自动吸住了 记得要压住3秒钟 用力压住3秒钟 好 商用泵的优点是比较静谧的 看到没有 这个是咱们400型的机子 就是食品级专用的 比较好用 你看 有零有脚 这刷好了机 就这样子 看这些 都可以自己说 自己调节一个厚度高度的 那平时 使用完机子完以后 就是 关闭电源 这点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把玻璃盖扣上 好 接下来就是摘掉电源 好 今天我们的教程就到这里 谢谢您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